那三四天可以說是我們上莊以來最漫長的那幾天 很愧疚 會不斷反思索項這件事上 是否做得不夠好 好像前一天他們還在恭喜我們 還在想著接下來的一些合作計劃 但之後的一天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殺我們一個草手不及 那個轉變是令我最驚訝和覺得心寒 我會發現了這個大人的世界 比我想像中更加的醜陋 會覺得是否真的不可以在學生會這個位置再回復香港 可能真的 那個感覺很難受很不捨 好 你講得差的話我就講得差一點 我講得好一點 只是說笑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信念的人 我會在她的眼裡或者她做了一些動作 我會感覺到一團火 那團的衝勁是很少 我身邊有很少人會有 尤其是一個年三的人 我認為她的火力保持得很旺盛 這是一個很能力的特點 你呀 我覺得你是一個 我本身跟她有很多矛盾和衝突 在2019年的時候 在初期 但是經過了今年的患難 我會發現她是一個比較想像中優秀的人 那時候會覺得她這個人不懂 但會發現錯的可能是自己 對的可能是她 我很少會這樣說 我是極驕傲和自信的人 我很少會稱讚一個人 但是我慢慢經歷這一年會發現 身邊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而且她是其中一個 我要說你是一個 香港需要的聰明人 希望你加油 謝謝 其實我會說上莊的初衝 是來源於一個很特別的契機 當時做關注組 剛巧有一次不知道放在街站 剛巧看到上莊副會長 Anson 葉子圈 在這裡喊大聲公 不知道拍麥芝 然後我就跟她說 好像挺有趣 中大學生會做甚麼 然後她和我微微倒來 在這裡水我落水 然後那一刻覺得挺有趣 跟她聊聊天 起碼聊天的時候 舒化幾健 找朋友也不錯 最重要是做多一點點 因為經常都覺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經常都覺得對不起很多人 很多已經犧牲了的人 所以希望做多一點點去 我不會說回報香港 但算是輸解自己的生命 這個想像的初衝 到現在都沒有變 坦白說 都會覺得 我仍然要排解這種 要排解這種 規構感 仍然要找些事情去做 仍然要嘗試回報香港 只是坦白說 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在學生會 這個位置再回報香港 可能真的 是 那 變的是 或者與其說變 與其說變 不如見識到這個世界 真是很醜陋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名存實望 再無留守的空間 在這裡 好希望 再和中大的選民 再和中大人 再和各位支持 我們的香港人道歉 我會說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即是 今次 既然校方 中文大學選擇成為八大中 歷史上第一間 這樣對學生會 操刀的一間大學的時候 他們是將我們逼去絕路 我會覺得是那種自責和愧疚 對於選民也好 對於同學 對於社會大 甚至我對於莊園的一種愧疚也會有 即是 我們之前 競選的時候都許下過不少承諾 我們很希望可以得到同學的民意授權 得到這幾千的票數 可以在離開一年 在這個我們叫做 索晚的時間 去到盡力去到 服務中大同學 還有 可能為香港帶來少許的希望 我們不奢望可以做到些 什麼改變香港的事 但我們至少想告訴別人 還有一幫人要放棄 但的確我們 雜無旁帶一件事 就是我們背負了這樣的選舉承諾 我會覺得 如果人是完美的話 一定是 無時無刻都站硬 這樣最好 但是人不是完美 我們都只是一幫普通的大學生 有弱點 被政權緊緊地捉住了一個弱點的大學生 所以 沒有辦法 好像我的記者所說 我們承認我們的懦弱 如果社會大眾覺得我們這個決定很懦弱的話 我們完全接受和承認 抵鬧 是的 因為的確 相比47人我們的勇氣 我們堅持下去的一種毅力 的確是不及他們 最掙扎的一定是 在這個時代 對我來說 在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多人 在犧牲中 在犧牲中 甚至是準備他犧牲 但是這個時候 索野我自己 沒有辦法 很有力地堅持下去 或者是受到他打藥的多疑 或程度上自己是 堅持不了下去的時候 是很愧疚 對著的不單是選民 更加是 在民主路上的前輩 很愧疚 尤其是 我們記者會那天和47人 那個時間差不多 看著那些新聞 看著他們 會覺得 會不斷反思索野這件事上 是否做得還不夠好呢 其實我和他已經想上莊 或者是一齊上莊上了兩年 差不多 2020年 2019年 2021年 兩年 最大的感覺是 不捨得 很不捨得 因為 做了兩年 終於可以 上任 終於可以 滿足自己想做事的 那個願望 終於 算是踏出了一個 離程碑 誰知道就要在這裏 躺下 在這裏 把所有的事都抹去 那個感覺很難受 很不捨 很… 很不懂得說 很不捨 我說人生有很多事都是徒勞無功的 但是 其中一個我上莊的原因 都有幾大雨 就是我不想之後的我後悔 我 見到香港這樣的情況 即我不想老了 我發現 林宜希在香港這樣的時代 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很擔心 將來我會這樣習慣我自己 所以我才會連續兩年去到上學生會 其中一個原因 去到最後當然是 用一個計算的角度來說 是得不償失 什麼都得不到 但會除了很多的恐嚇 壓力 甚至乎人生的威脅 騙局 但我覺得 最令我 都沒有後悔做這個決定 就是 我寧願 我做了之後 沒有一個好結果 我都不想因為沒有做而後悔 上莊的決定一開始就是感性 純粹為了一份愧疚感 純粹為了一份愧疚感 純粹是想做多一點 所以 是的 是得不償失 是編局 但是 還是要做的 所以 做吧 我不會後悔 不會說 寧願沒有做過 不會想撤回 這個時代的香港人 如果想碰少少政治 其實一定不可以理性 因為 理性是不應該碰的 對 理性了你就快點走 快點走會最安全 對你來說最好 但是 你的感性 你的心靈 你的靈魂 告訴你 你愛著這片土地 很矯正地說 所以 這個才是終極原因去碰 所謂的政治 這壇人死水 這壇人混水 甚至是 毒水 所以 每一個香港人都不要忘記那份 感覺 那份激情 不要盤算那麽多 可以盤算 但是 記住自己是由那份激情做動力 我仍然很愛這裏的人 這裏的環境 但我不愛這個行政樓 不愛行政樓裏的人 我覺得 承傳中大 這麽多年來 人民精神的 不是校方 而是 這裏的同學 這裏的教職員 原來最後有骨氣 一班 竟是一班所謂沒有權力的人 這件事是 很諷刺的 如果將來我好幸 能夠貢獻到社會 甚至有一個身位也好 怎樣也好 我們提醒自己 權力這件事的可怕 因為我發現 原來有很多人 當手握著權力 當得到權力的時候 是會這樣轉變 權力的制衡是很重要的 亦能令社會 繼續運作下去的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很正正 我話說 我有幫自己的子女 即我未來的子女 改定名字 如果有 如果有 我的兒子就叫 是叫做緊魚 周公緊的緊 周魚的魚 即懷緊握魚 意思是做一個君子 有品行有道德的人 兒子不重要 隨便 女兒更重要 是道德經裡 執真若魚 若魚 叫做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最推崇的一種 德行和品識 意思是 是陌亡初心 世間如何變得好 永遠都不要變 永遠都保持 所謂的純真 所謂的初心 所謂的本心 希望十年後的自己 仍然會有這個 上莊的熱誠 作詞文字幕提供